黄图岭隧道内有两辆车停在慢车道上 受损都比较严重 翻车的是一辆吉利小型客车 已经被施救人员翻证 民警将受伤司机何某及车上几名乘客送上救护车 十几分钟之后 现场恢复正常通行 吉利车上的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 当时吉利车行驶在慢车道上 进入隧道约100米后 快车道上一辆奇瑞车突然向右实现变道 吉利车来不及反应 两车碰撞后发生翻车 据奇瑞车驾驶员张某说 因为前方有事故 前面的车子纷纷减速缓行 他的车与前车距离太近 情急之下踩了刹车 并往右避让 先撞上前车尾部 紧接着又顶翻了吉利车 交警最终认定 奇瑞车一方负事故全责